日本烧烤黑毛和牛 一串就要价约合台币700 外国游客照样大胆美食 到日本旅游预算没有上限 豪华海鲜盖饭 一份要价约7000日元 将近台币1500 相较于外国游客大方买单 日本当地民众却直呼吃不起 随着日元贬值消费两极 价格双轨制 正在日本掀起热议 同样一碗拉麵 未来可能出现 当地人与外国人价格差异 这样的声浪 正是为了增加收益 却又不怕吓跑日本民众 而且影响层面可不止美食 以大阪城明年起门票将调涨 斑北来看 随着日后观光复苏 想要推行价格双轨 却又担心引发外国游客反感 如何权衡成为棘手难题 三点新闻 京城会报道